問一下您昨天在臉書 晚上又發一點吵 說明自己經營很沉重 是不是覺得說 台大有為什麼覺得 在不追憶的情況 我覺得台大昨天學輪會的部分 那在程序上 那我覺得確實有一些不公 那我也在這個過程當中 提出了人證物證公證的資料 那很可惜很遺憾 在書院長召集的這個學輪會之下 沒有把這一些作為一個 這個資料來驗證 是否有這個爭議 那當然我要特別一提 其實在我求學的階段 我錯過了最黃金的時段 所以後來我出社會之後 我盡可能的還是回到校園繼續充電 那不論是在中華大學 或者是後來的台大都一樣 那我都非常珍惜在進到校園的這個階段 那在台大這個充電的期間 那時候我當任議員 所以其實我也都盡量排除五六日的時間 到學校去上課 那後來2014年選舉 2015年 我幾乎就投入市政的工作 所以才會論文交的時間比較晚 那我覺得比較遺憾的就是說 學論會用時間先交跟後交 後交論文就是抄襲前面先交論文 那忽略了我們提供的這一些人證 物證還有這一些公證後的資料 我覺得比較可惜 但是呢 我雖然對於學論會的這樣的一個決議 覺得相當的遺憾 也難以接受 但是我是相信台大的 台大我相信台灣大學 未來還是會為國家孕育出 培育出非常多優秀的青年學子 所以我覺得這兩件事是分開的 雖然我對於學論會的這個審定結果 感到遺憾 也難以接受 但是我是非常珍惜 過去我在台大學習的這一段時間 也相當的 我也相信台大還是會秉持著教育的精神 培育出很多的好的優秀的人才 那另外呢 我想過去我在擔任市長這8年來 市民肯定我的是市政上的一個成績跟政績 那這個學位對我來說 當然我所努力跟捍衛的是 這個人格還有清白 那學位絕對不會去影響到 我要為桃園市民 這個服務的這個初衷 我覺得在這一個論文的寫著 這個過程當中我非常的努力 那也非常謝謝指導老師 陳明通老師的一個指導 那因為我是在職深 我可以相信大家對於我的論文 這個品質也許不夠好 我覺得這是可以被這個檢視 也可以被批評的 但是我沒有抄襲 這是事實 學論會應該要就說 到底我提供的這一個 不論人證市證 還有已經公正的這些資料 去做一些調查 那不是在我的論文裡面 去尋找瑕疵 我可能寫的不好 這個我想這個 大家都有這樣的一個寫作論文的經驗的話 都會知道 尤其在職的這個專班生 我們因為都有工作 那本來就是 而且寫作論文本身 其實就是學習這個寫作的一個過程 那我 我都可以理解 如果我的這個論文的品質不夠好 或者是有錯誤的地方 而這個我都 欣然接受大家的批評跟指導 市長昨天有被問說 那個學生學會開會是被批評的 不過好像是前一天晚上做一天寄出公職 說那個活動到照片 這樣有什麼進展 我們在 我們在 昨天 8月 昨天是8月9號 我們是在昨天8月9號 那早上 9點半 這個 近半的管理室 收到了這一封 台大寄來的信件 但是我們同仁拿到的時間 已經是約莫快要中午的時間 那昨天早上我仍在台北 大家也都知道我在召開一個記者會 那所以台大在早上11點 也就召開了一個記者會 所以當下確實有一種被突襲的感覺 那麼昨天應該說8月9號的凌晨12點 12點我透過這個黃帝影律師有寄E-mail到台大 就是表示說我願意我沒有排了兩個時間 甚至於在內容有寫到說或者是由學人會來安排 我願意到學校學人會去做這個說明 那至始至終在每一次的這個電子郵件的書信裡面 我們都有提到 先前我們是主張 書院長他已經有了定見 他有偏頗的言論 那我們希望他回避 那如果我們兩次回文之後 兩次電子郵件之後 那因為台大認為說不需要回避 所以我們後來內部討論之後 也覺得為了我自己的這個清白 我還是決定要到學論會去說明 那當然很遺憾也很訝異 昨天台大用這麼大的動作 召開了這樣的記者會 那大家也可以看得出來顯然這個 昨天記者會的內容 他裡面有很多的資料 就是已經準備好了 市長關於就是接下來可能除了台大爭議 還有中華大學可能會提出商分證 那目前針對論文的這些外界提出的質疑聲量 你到現在為止有信心接下來會參選到你嗎 中華大學的部分 我們已經把這個書面資料送到學校 那我也會到學校去參加中華大學的學人會 去做一個說明 那這個參選的事情我剛剛已經都提到 或者是昨天我都有提到 這個我已經歷經過的選舉 這一次是第四次 選過議員也選過兩次的市長 那每一次其實都會面對很多很多不實的指控跟攻擊 那這個都是選舉引起 選舉結束了就結束了 那這個參選桃園市長 我剛剛特別提到了 不論在這個過程有什麼樣的波折或風雨 不會影響我想要服務桃園市民的這個初衷 市長你怎麼看昨天陳建仁前副總統 陳出席某某的時候 立體你 就是說時間一定會還給你一個真相大白 給你清白 然後另外這局正常律師這邊就說 他們你說是記者會要再加碼提告一個被報 怎麼看 我要先謝謝陳建仁副總統 他的一個支持 那副總統大概的意思是說 這件事情 終究時間會還給這間一個清白 那我的想法也是如此 選舉的過程當中 對手就是會抹黑 會攻擊 但是時間會驗證 最後的一個這個事實的真相 那我還是會照著我的腳步 按部就班 把選舉的工作做好 那至於這個學位的事情 我會再收到相關的這一個文件書件之後 然後透過律師團的一個討論 讓我們做後續的一個處理 那您剛剛提到的第二個問題 就是余先生這個事情 我不太敢確認說 他現在的律師的發言 是不是真的都代表余先生的發言 或者是他的意思 因為他從頭到尾都沒有現身 那 他的 這個透過律師的聲明稿 其實都是蠻簡單的 但是後來律師說的可能又不太一樣 那 我的想法是這樣 在這件事情上 我都說得很清楚 我是一個 善意的資料的提供者 那陳明通 就是一個非常盡責熱心的老師 那余先生是一個積極的一個研究生 但是 如果如果 這個律師說的是代表余先生的想法 或者是余先生受益 你律師這麼說 那我會覺得 這整件事情 就是 這個人前感謝 人後放見 這個不是做人的一個道理 那如果 如果 這個很多的 這個言論 是真的他自己的 主張 跟他的想法 那我想我們的 律師 我也會委託我們的律師 收集相關的資料 那研議後續是不是要做出一些 這個法律的動作 尊重 市長想問一下 因為國務長這邊有說 希望我們會選 那您怎麼看這個事情 好 這個事情 我想 這個當然是 對手的一個期待 對手的想法 路人皆知 那 從我 一倍 徵召 要參選桃園市長 那這個抹黑和攻擊 就沒有停下來過 而且 這個幾乎是 全黨打藝人 然後鋪天蓋地 然後國民黨的側翼粉專 天天的攻擊 那其實就是試圖要抹煞我過去 八年來在新竹市的這個政績 還有摧毀我的人格 那這個是對手所期待的 那我們不需要 陷入在對手的這個 設定的這個戰場裡面 我還是 會 就像我剛剛講的 我會 按部就班 然後 步步為營 然後透過牛肉 透過政見 我還是期待喔 這個選舉 能夠趕快轉到這個正軌 我們正面的來做選戰的一個 這個 作戰模式喔 那也希望能夠讓這一場選舉 能夠 是一個正向的 是一個歡喜的 不是每天都用這樣負面的方式在選舉 好 好像要等他看看他說了些什麼 我們再來說這件事 我覺得在這一次的選舉裡面喔 可以看出來 國民黨似乎 在選舉的策略上 就是 已經是設定 透過比較 污賊式 然後潑髒水抹黑的方式 來做為整場 選舉的這個主軸喔 那我想這不會是 國人期待的啦 那 物極必反 物極必反 我相信 這個 時間 進到 越接近選舉的時候 民眾心裡喔 那一把尺會越清楚喔 那 我還是 這個 再次聲明啦 對我來說 選舉是一個歡喜的事情 選舉是要爭取 這個 民眾選民的一個認同 那 過去也好 未來也好 我的選舉的方法 向來是這樣 就是 講自己好 那 去正向的 爭取市民的認同 那我的經驗也告訴我 最後的結果 都還是會得到市民的肯定 好 謝謝大家